大家都知道之前,火箭少女101团队的孟美琪、吴轩宜、子宁三人退团世界,先是由工作室宣布三人由于压力过大退团,之后由腾讯再发声明,经过内部调节三人重返火箭少女团队。 虽然很滑稽,但是大家也都欣然接受,之后又传出两团并行,就算回去也不是团传,还会影响到旗下的其他艺人众所周知。 王一博也是凭借创造101人体暴涨,现在正在开腾讯网剧粉丝,我们都非常担心王一博的处境,毕竟是男一号,但是至今也没有听到为难王一博的消息。 但是偏偏传出援助害死人的消息,网曝出很多相关消息,对王一博的影响当然会很大,因为女生评论不喜欢援助这本书,就把该女生辟到裸体可以向上,让她无地自容。 所以选择自杀在这时候幸好的是女孩被救回来了,没有生命危险。 这样的舆论有很大,如果影响这么不好,很有可能导致该小说下架相关的漫画影视作品就不会再上了。 这样的意思就是让王一博几个月来的辛苦都白费了,还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名声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公告,没有对此事的正确解决方法。 希望这部网剧会很顺利审核果,和大家见面,各位看管,你喜欢王一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